大家好,今天帶大家去珠海金灣區的航空新城 看一個豪宅盤,就是融創集團的雲水觀塘。 金灣是珠海市西部發展戰略的重要部份, 東城接鄉州主城區,西延至廣闊的高蘭港, 不接斗門福地,難靠航空大產業,經濟產業集文化娛樂,科研教育, 航空產業於一體,交通設計方面有海陸空三種交通網絡, 所以從2017年開始,金灣就被稱為珠海庫中心。 融創集團一向都是以打造高端流本為主, 基本上國內一線城市都是他們的高端流本項目, 主要購買人士都是社會高正值人士。 融創集團亦已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股票代碼是01918。 金灣作為承接鄉州和西延高蘭港的重要書樓, 暢順的交通是基本保證。 從區位圖可以看到, 目前在建的三條跨海大橋分別是鄉海大橋, 鴻鶴大橋, 金海大橋, 將來會大膽提升東西區的交通運輸效率。 大家從圖中可以看到, 鴻鶴大橋就在港珠澳大橋的西延線。 預計今年年底開通後, 從港珠澳大橋到雲水觀塘這裏, 預計只需二十多分鐘。 在項目右下方的航空新城中心湖附近, 將會建設四大中心, 包括產業服務、公共文化、 市民藝術和華法商務中心。 從項目走到華法商都只需十幾分鐘。 目前項目也規劃了一個金灣地鐵站, 可以由地鐵一號線的九州站直達, 或者搭廣佛江珠成軌, 從廣州、佛山直達金灣。 未來金灣會是閘地鐵、輕軌、 大型黑運站、公交接貨站於一體的 立體交通、網路中心。 項目總佔地面積17萬坪, 建築面積約31萬坪, 總戶數為1748戶, 車位為18808戶。 項目總共分為三期, 一期項目一共有九棟樓, 一到六棟是塔樓, 七、八、九棟是小高層板樓, 目前在售的是七、八、九棟, 是一梯兩戶設計, 129坪的戶型是南北對樓四房戶型。 四棟是兩梯五戶設計, 有80、92和105坪的戶型。 105坪的戶型是四房南北對樓戶型。 從沙盤可以看到, 樓盤馬路對面就有一間中學, 又融創集團配件。 一期交樓的時候就會投入使用。 一期項目本身自帶一個幼兒園, 而且項目附近也規劃了一塊小學用地。 擁有從幼兒園到中學, 完整校網的樓盤, 將來的升值潛力當然是無得揮啦。 小區的園林設計, 借額了嶺南園入面的良園、可園、清輝園, 以它們為設計藍本。 一期借額的是良園的設計, 植物的品種多多, 真是多姿多彩。 這是80平的三房兩廳互形。 門口左邊的圓關位, 有一個鞋櫃和一塊全身鏡。 右邊是半開放式除房, 除房空間都頗充足。 左手邊可以放一個冰箱。 陽桌用立體玻璃門和客廳分隔開。 陽桌用立體玻璃門和客廳和飯廳分隔開。 陽桌用立體玻璃門和客廳和客廳分隔開。 洗手間除了生活用品之外, 鏡頭看到的都是交流標準。 這個書房是由陽桌改建出來的, 或者都可以改造成兒童房。 這個是主人房。 門口的儲物櫃位置, 可以安裝一個大衣櫃。 夠空間放兩環的衣服。 錶箱位都頗大, 裁光都頗好。 下房配一張懷孕床和兩個台燈。 129坪的護形是7、8、9棟特有的護形。 一共是四房兩廳兩位。 望來開間差不多有4米。 下房配一張懷孕。 客廳的天花吊頂都是膠樓標準。 牆身是白色雨膠7膠樓。 可以看到, 除房的儲物櫃非常多。 兩三個人同時使用都沒問題。 陽台的長度可以去到7米。 。 這個客廳連著陽台, 用一個立體玻璃門格開。 這個兒童房的視野非常開闊, 透光性都頗充足。 洗手間不算十分之大。 洗澡位和馬桶位乾燥分離。 這個書房成面窗都是飄窗。 無論是通風或採光都非常好。 。 主人房的飄窗應該超過3米。 這個戶型全部房的飄窗都是非常大的。 。 走廊兩邊改一個衣櫃。 走進走廊就看到洗手間了。 這個洗手間的空間明顯比客廳更大。 。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雲水觀塘項目的訊息, 請聯繫VGA銷售顧問。 聯繫方式可以在下面簡介看到。 我們會提供更詳細的項目資料。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大灣區的樓盤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會製作更多優質的視頻給大家。